大家好我是Paul 走路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超過30歲可以打電動嗎 什麼年齡不能打電動 我就問 OK 所以這邊是一個西方人這個帖很有趣 他問的是 Mid 30s and still playing video games Feels weird sometimes 所以他處於這個30歲的這個中期 那如果你今天是30 31 2的話 我們叫他early 30s 那如果是36 37 38 39的話 對不起應該36不算了 37 38 39大概就是late 30s 所以他處於Mid 30s 大概就是34 35 36這段時間 所以Mid 30s還在打電動覺得有點奇怪 我個人不覺得 但我們就看一下這外國人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必須承認 就是當我還在國外住的時候 尤其那個時候時代不太一樣 我們對於打電動的人是非常的看不起 但現在其實我相信不一樣 但我已經不住國外了 所以我也感受不到那種氛圍 但我們只能從網路上看看 文字上看看 所以第一個人說了 I definitely don't feel weird about playing video games in general as a means to unwind 他絕對不覺得打電動很奇怪 他當成是一個unwind的方式 所以means這個字一定要加s才是名詞 不加s的話不是名詞 所以這裡的a means沒有任何的文法錯 it is a means to怎麼樣 所以unwind這個詞我們倒是講過蠻多次 就是放鬆的另外一種說法 wind的就是上緊發條 就懸的那個概念 所以unwind就是把你自己懸鬆掉 so他認為這是一個a means to unwind 這個說法蠻好的 ok 然後再說 I do feel weird when I get competitive and care about my wins or ranking ok looking at you starcraft 所以他的確會覺得 如果說他覺得他打得有點太competitive的話 competitive就競爭 所以有時候我們問are you a competitive person 你是一個屬於很競爭的人嗎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絕大部分人缺乏競爭精神 至少在我所教的學生裡面 很少人是competitive的 那在國外我真的比較看到 多一點的competitive的人 那我們再講一個概念 就如果說今天你跟我說你打籃球 然後我說oh cool 我可能下一個問題問的會是 do you play competitively? ok 那你可能會想說你問的是我打的拼不拼嗎 我說yeah 我在搶籃板搶得很拼的 不是 這個問說Do you play basketball competitively? 我在問的是 你有沒有去打一些比賽啊 錦標賽啦 之類的那種 你有沒有打一個什麼 你參加一個什麼私人的聯盟啦 有個ABCD七八個隊 然後湊成一個 然後打一個season之類的 有計分的這樣子 有計記錄的 這樣叫做play competitively 如果你跟我說 我只是去公園打一些那種 隨地組的隊 那你就是no I don't play competitively 我不管你在球場上打得多努力 搶籃板搶得多認真 就back down人家 把人家撞飛 那個都不叫做play competitively 除非是你有計分啦 像剛講的 你有做這些比賽 那才叫做 才叫做play competitively 所以說像如果你有打校隊 那打戲 戲隊打那個 就戲隊校隊這些的 然後你有參加一些什麼 校季間的比賽或這些的 yes you can say that you play that sport competitively ok 所以剛剛說你如果去公園打一些 這種隨便組的比賽 我們就叫做pick up game pick up play pick up game 籃球的話啦這樣 那你說別的運動行不行 還是ok啊 如果有一些排球場 然後你就說 我能不能參加一下 來來來 that's a pick up game ok so you play casually 換句話說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他說了 他的確如果他打得很competitive的話 然後就介意他的可能勝場啊 或者是排名 像例如說我們台灣常打什麼 傳說排位賽有沒有 我是白金 我是鑽石 什麼這些的 so I'm in my late thirties who does something so pointless excuse me why does something so pointless matter to me 我剛剛有講錯 所以為什麼 這麼沒有意義的東西 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 是matter to me的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的是 如果打得太competitive的話 他會覺得有點奇怪 ok cool alright I guess fair enough 我這邊還有一個 剛剛想補充就剛剛忘了講 我們講回剛剛的運動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玩一個運動 然後你真的也只有週末可以去投入 你平常可能不行 所以我們有時候覺得你是一個weekend的那個從事者 我覺得打高爾夫球是最常看到的一個例子 我跟我好朋友 Joe以前就有聊過這個事情 他覺得他打得蠻好的 只是他很遺憾 他沒有時間可以打得更好 因為他平日要工作 他可能不能夠每天早上或者下班後去打 那加上後來結了婚有孩子 所以他就會說如果我是一個weekend golfer的話 我可以打到handicap幾幾幾就已經算很厲害了 所以他的說法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weekend golfer you're a weekend basketball player或之類的 那也就是說你並不是非常努力 你大概只有週末可以打一打 所以也有這個說法 聽一下就算了 好 所以這ok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我這邊有個特別的片語想看一下 yes cool alright 好 所以我們看這個人的回應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guilt when playing video games 所以他說啊 他打電動的時候有一個很強烈的罪惡感 I don't have gamer friends and all my family doesn't understand this entertainment at all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打遊戲的朋友 所有的家庭成員都不理解這個娛樂方式 ok all my family doesn't understand this entertainment at all they say it's either childish or immature or non-constructive or useless or pointless 他用了好多or 事實上這文法不對 但不管了 所以他要不就是childish 好小孩子氣 immature不成熟 non-constructive 就沒有建設性 或者就 useless 沒用 pointless沒重點 沒意義 meaningless 好嚴重的一些字 I've hurt my entire life that it's unhealthy 所以他聽了一輩子 說打電動是不健康的 I've hurt my entire life ok that it's unhealthy playing video games remains a secret hobby for me 所以打電動對話來說 是一個秘密的嗜好 remains remains這個詞就是 主詞 維持是 是後面這個字的狀態 他不是受詞 我要強調 他是主詞 remains 受詞不語 對不起不是受詞 主詞不語 所以我如果是 我這樣我 我做影片做了一年多 300多個影片 快要400了 但是我仍然是一個 維持高度熱情的人 所以 I remain a passionate content creator on YouTube 所以 passionate content creator 所以熱情的內容製造者 就是我 這就是主詞不語 所以我這裡可以用 remain I remain a secret 什麼secret 靠北 不小心把這些念出來 I remain a passionate content creator 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這時候是考題 有時候是考題 你知道嗎 就考題會考這個 我這裡補充一下 考題會考remain 跟maintain的分別 那你去看字典 他會說remain跟maintain 都有維持保持的意思 但是你要會用啊 maintain接的一定是受詞 就是你維持後面那個東西 例如說你維持你的形象 OK maintain當然還有強調什麼什麼的 托弗亞斯有時候會拿出來 當寫作人的例句 那remain則是主詞 remain 主詞不語 所以主詞就是後面那個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的很熱情的 內容製造者 就是我 OK 那如果拿我的車去維修 那我不是我的車啊 所以我就是I maintain my car maintain這個詞 也可以當成維修維護的意思 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OK 好 所以這也蠻重要的 不過大概不會是今天的標題 so that nobody should know about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應該有人知道 它是一個秘密的他的嗜好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but this particular thing is very poorly considered around me 所以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這個特別的東西 也就是打地洞這件事 very poorly considered 就被大家認為的不好 poorly considered It's crazy for me that some people have the guts to pull off this passion as people around are very mean and judgmental 所以 對他來說這很瘋狂 就竟然有人 有這個膽量能夠 pull off this passion 就能夠成功的把這個 passion 展現給人家看 怎樣啊 老子就愛打電動 事實上我就是怎樣 我就愛打電動 你耐我喝 OK 很遺憾的是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對他來說這件事情很瘋狂 因為他就沒有這樣的環境很遺憾 所以have the guts to do something 就是有勇氣做什麼事 這是我剛剛想補充的一個東西 have the guts to do something 有勇氣做什麼什麼事情 OK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可以 So what bothers me the most is when people look down on you but spend hours watching Bravo or meaningless television 好 所以對他來說 這個另外一個人的回應 會困擾他的就是 或者讓他不爽的就是 最讓他不爽的 就是當人們看不起你 look down on you 所以這個look down on 是一個很常見的片語 OK 所以人們看不起你 可是他們自己會花好幾小時 看這Brawvo就是其中一個電視台 或者是沒有意義的電視 可能包括一些Netflix也是 OK 所以人家會花好幾小時看東西 然後說人家打電動打幾小時沒意義 So I get from gaming I get 對不起 我看到一個字 所以我才覺得剛剛這句子怪怪 其實沒有 I get more from gaming Than what they get from a subpar Mindless TV show 這個then有打錯字 不過不重要 所以他從gaming打電動所得到的 是超過more than 所以才說這個then剛打 他是打錯的 So I get more from gaming 比起他們從這些很subpar的 美腦的電視節目還得到的來的多 所以什麼是subpar par是一個高爾夫球用語 就是平的 像這個球場 可能是打四竿打進洞 算是par 如果因為他比較大 小一點的可能三竿就是par 再更大一點的可能五竿par 所以我們會講par3 par4 par5 所以par就是平 持平 Average的 所以subpar就是比par還要低的 就是比較懶的 這樣subpar OK 所以這些人從subpar的mindless TV show得到的 是沒有比他從gaming得到的多的 所以 he's a gamer of course right 好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不錯 所以他說我的PC 就我的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is one of my most valuable things in my life in my home sure it's a release and means of decompression 所以我們剛看到了 a means excuse me a means to unwind 這裡他換了一個說法 解壓 輸壓 我們可以用decompress這個字 也不錯 decompression so it is a means of decompression 蠻好的 OK 好 前面也有過就 有另外一個詞我剛剛沒有特別帶同學看 distraction distraction 是分心不是一個不好的字嗎 不一定 當你現在打電動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distraction distract from what? distract you from a life that closely resembles hell 所以它能夠讓你去從一個很像地獄的人生 來分心一下下 來放鬆一下下 再說一次 so playing video games could be a great distraction from a life from your life that very closely resembles hell OK 這個句子其實是來自一個電影叫做 美國新玫瑰琴 American beauty 借用一下下 alright anyway 所以打電動是一個不錯的distraction it's a positive distraction 蠻好的 OK 好然後我們最後再看一個就是 這個 yeah cool 就他說打電動啊 還不錯的就是能交到朋友 我事實上我也覺得是 OK 所以這裡說了 I've also forged some of my most valuable friendships through online gaming during COVID 在COVID間 他竟然締結了一些 鑄造了一些很不錯的 很有價值的友誼 所以他用了forge這個字 就是我們前面要提到的這個字 締結友誼 用的動詞 竟然是forge這個字 其實forge這個字 我們的理解大概是鑄鐵的那個鑄 可是不錯 你把一個友誼當成 鐵一般來把它好好的鑄打一下 所以forge friendship 是一個蠻不錯的字 可能是他們用forge這個字 是因為跟friend押韻也不一定 但我不曉得這個詞 它的 字緣是什麼 好像叫做etymology 但不管這個就算了 好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看到這裡大概就夠了 也懶得複習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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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